第五名词 最后一位 女性读者 最后一位 嘿嘿嘿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然后我们要去吃火锅 走着敲 穿箱排骨 拍拟吧 腰片 要骗我最爱吃 麻烂女肉 共菜共菜特别好吃 吃火锅最爱吃的就是共菜 老公我点个鸳鸯锅吧 吃火锅要点鸳鸯锅 因为鸳鸯锅算菜 算菜的话才不油 你晓不晓得我们史锤镇做出最大的拖鞋是啥子 变鸳鸯锅变鸯锅 双椒鸣肉 鱼鱼 我喜欢吃鱼鱼 在城市有种专门的鱼鱼火锅 不知道大家没吃过 很好吃 酥肉 酥肉是我最爱吃的 我觉得我们点的有点不会 点个偶片 我要点个偶片 不要吃偶片 偶片 没有偶片 没有灵魂 偶片是我最爱吃的 没有偶片 就没有灵魂 真的没有偶片 我找个办法 这样吧 走吧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调味 给大家转吃一下 这些咖啡我就转吃 然后你每次点吃这个 辣椒面 你加一点 对 这样你不会很油 第二个就是成都人开始的油 先放这个炭 调油 这个香油 这个 这样吃的 可以多放点 在成都的话 这个香油就是直接一碗 满满一碗的香油 今天就不用那么多了 不算吃 放点 拿一下 那是什么味道 这样吃 然后吃 咋子 我最爱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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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大家 我吃猪肉不想吃的太油 你把猪肉放到金刚锅里 你刷一下 你刷一下 看一下 好 你要往放动一下 太累了 尽量 我最爱吃 顾面的花椒 我最爱吃 有花椒 我最爱吃的 麻椒 锅肉 这种味道比较爱情 转起来 泡鱼 哇 水下锅 再给我一锅 酥肉 我最爱吃的酥肉 我觉得酥肉不够辣 还可以蘸点干碟 蘸点干碟 蘸点干碟 好好吃啊 我能吃完一份这个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把酥肉涮一下 看能涮出来很多油 煮一下就能把油给煮出来 然后再现在可以吃 少了一层油 小诀窍 然后之前我也教过大家 从那个开的那个中间捞 那个油汁就会沾到那个菜上 重点上可以吃 非常烫一下就能吃 是就是少了偶 我特别爱吃 从小就爱吃 就是少了偶 从小就爱吃 我发现这个海拔牙挺好吃的 也有点脆脆的 吃的好像特别脆 你吃的只有脆脆的 那些零食推荐全程 特别脆脆的到尾啊 我就喜欢吃脆脆的 脆脆的好吃 它是炖菜 是赛干的 这个也很好吃 赛干的比较有嚼劲 然后如果没有炖干的 过得太 就比较脆 也比较脆 嗯 多喜欢 这 哈尔玉 这有没有没有吃过哈尔玉的同学 我很喜欢吃 因为哈尔玉 这不是脆脆的 我就喜欢吃脆脆的 他珍惜哦 哎呀 很滑 没有 没有脆脆的 脆脆的 好吃 而且他没有吃 而且他没有吃 没有那么脆 我一样面他就说啊 好嫩 要下来 我没这样吃过啊 哎呀 坏了走 变色的你看 趁他泡的时候 发生这个啊 我最爱吃的排骨 我小时候 可爱啃排骨了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肉排骨在哪儿 各种排骨 别一个做 很醋排骨 排骨 炖肉 排骨炖 土豆 你呢 我小时候吃排骨 吃完肉 把这个油 掉到后来吃了这样 然后我妈告诉我说 这个是那个骨头铭面的骨髓 可能是吃这个骨 然后我怎么样了 之后才知道 其实小伙伴们吃肉 也很不算 反正不是很健康 还是不类事 大家 具体来 我还自己说一下 我记得好像是 没有骨牙套 牙口就是好 好 发了我三万多 大睡飘 现在我们把这个腰趴进去 然后我问了一下 腰趴好像是腰趴两三分钟了 但我意想的 好像腰趴多长大 一定比辣 我知道 你们吃辣椒 吃的太辣 然后会不会辣的头晕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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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吃 吃了一张 不吃 可以帮我头晕 可以帮我头晕 好一点 我现在腿里面也一样 吃我最爱吃的 菜 大家听一听这个声音 好 好 吃啊 今天就吃一支 愉快点ろ 我Vlog了 就这么啊 直接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